国外列出中国七项超级工程 美国人感叹是时候学习普通话了 为何中国该领域影响力如此之大 近年来我国的发展速度呈现飞速上升 中国崛起的速度让世界为之感叹 而我国的基建更是因为文明于世界而留下了基建狂魔的称号 除了中国的名片高铁、太阳能、风率发电、天眼 都是中国强有力的技术 世界十大最长跨海大桥中国占五座 世界十大最高桥梁中国占八座 可见中国的基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近日国外的视频网站上 一位网友就列举出七个中国的超级工程 引发了各国网友的热议 该网友表示如果要算起中国的超级工程 至少有七个是让人不可思议的 关键的高铁桥梁的建设 横跨中国蓝沧江铁路大桥建设 高铁地底隧道的建设 高铁轨道的铺设 使用中国超级强烈的钢绳建设桥梁 地铁隧道的建设 为高铁列车建设高桥 从这个网友列举的来看 我们基本可以概括为 中国高铁建造和中国桥梁建造 这两个领域 然而它却列出了这么多 可见中国大给国外的震撼有多大 有位网友在话题下评论 我是一个七十岁的美国人 中国人利用他们先进的基建发展 抢走了我们的午餐 是时候学习普通话了 随即另一位网友给出回复 老先生不仅是你 你的孩子们也应该和中国做朋友 你会知道中国人很有善 也很乐于助人 要知道一带一路以来 有许多国家都寻求 与中国的基建公司合作 对此我们是来者不拒 马来西亚马六甲黄金港的 国际邮轮码头项目 由中国电建集团成建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 与科特迪瓦签订了约 280亿元的新城项目合同 亚买加南北高速公路 巴西多多水电站 也都是中国承包的 如今 世界各国对中国基建公司的订单 是越来越多 也说明我国的技术 受到广泛认可和信任 另外 有人说中国的高铁和桥梁建设 是窃取了美国的技术 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 在基建方面 应该依然领先中国很多 这种无知的言论 我们也就是一笑置之 因为狮子不应全废回头 我们俩的fits 自己都待在于